人到了某个年纪,就开始送行朋友,不是你送别朋友,就是朋友送你,人生就这样。 近日媒体拍大,已经90岁高龄的香港著名老戏骨胡锋出席了自己一位好友的葬礼仪式。 生老病死虽然是人生的常态,但媒体统计了一下,今年已经是胡锋第六次参加类似的仪式了。 其实到了这个岁数大家也能理解,能和胡锋成为好友的基本上也都是70到80岁左右的了,谁也扛不住岁月的侵扰。 但仍然敬佩的是,都这么大岁数了,90岁高龄的胡锋还是坚持亲自到场送别好友,只不过他走起路来已经是步履蹒跚,显得有些吃力了。 除此之外,胡锋的背也是驮得很明显了,而且周围也没有人陪着他,显得相当的孤单。 看到一代老戏骨这般模样,真的是让人相当的心疼。 曾经衍生过众多经典影视作品的TVB,在许多年轻人心目中已经是连颇老矣。 可在那个对待内地的音乐影视作品穿搭,无一不是受到港台的影响开始迭代更新。 老戏骨胡锋可谓是TVB活化时一般的存在,现年90岁的他入行已经有60多年。 在光怪陆离的娱乐圈里,他洁身自好,与初恋在一起,从未有过绯闻。 后来顺应时代的变化,他从大荧幕转到小荧幕,参演电视剧共114部,电影多达233部,代表作多不胜数。 他乐上好施,对晚辈亲切和蔼,张学友,黎明,林毅莲等都认他是干爹。 他认下的干儿子干女儿有十几位,是真正顺人尊敬的娱乐圈前辈。 作为长青树的胡锋,他和妻子以及干儿子之间又有过哪些趣事? 与妻子恩爱多年的他,在经历丧妻之痛后,又该如何振作起来? 胡锋原名叫胡继修,1932年出生于广东,后来考入大城公司,成为一名演员。 因为外形帅气,他很快就被选中,主演个人首部电影《男人星》。 在那个影视资源匮乏的年代,电影一上映就让他大红大紫。 从20多岁演戏至今,胡锋的事业跨越半个世纪之久,他坚持在岗位上,从没有想过退休。 他说,只要是有一个观众想看,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。 胡锋一直对自己的名字很喜欢,他说刚刚进公司的时候,他就给自己改名叫胡锋。 因为枫叶是红色的,寓意事业长红。 老板听了以后,大赞他有智慧。 现在胡锋已经从俊老男主的位置退为爸爸爷爷这些慈祥的长辈角色。 一开始他心想,我一个堂堂男主角居然要去演这些,他觉得难以接受。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,长江后浪推前浪,总会有新生代演员替换他们的位置。 胡锋慢慢想开了,现在他觉得后辈演员能够喜欢自己,接受自己是他的荣幸。 一直到现在,胡锋依然活跃在影视圈,他已经成为观众心中的一种情怀。 事业上胡锋经历从巅峰到低谷去的落差,感情上他却是妥妥的赢家。 谈到家庭,胡锋脸上总会浮现落寞之色,回忆起已经离世的爱妻李永和,胡锋几度哽咽。 胡锋当年还没加入演艺圈时,在圣诞拍队上卸货了李永和,只一次他就认定了这个女孩。 他对李永和开始展开追求,李永和竟然也对他一见钟情。 之后他们见过父母,商议结婚的事情。 中途,李永和的父母见胡锋要加入演艺圈,他们开始反对女儿和他在一起。 娱乐圈里是非多,女儿一定会吃苦头。 李永和则对他有信心,并且非常支持胡锋。 李永和对父母说,我相信他不会变心。 胡锋入行后,事业走得非常顺利,公司给他打造的是小生形象,为了保证人气叮嘱他,最好不要谈恋爱,如果有也要保密。 发展地下情最主要的是,就算感情到了想要结婚,也要秘密进行。 胡锋心中忐忑,他觉得这样对李永和很不公平,他犹豫了很久,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他,如果我想要继续工作,只能把我们之间的事情保密。 可是这样很对不起你。 李永和抱一抱他,微微一笑,你去做你喜欢的事,我会在背后支持你。 面对如此通勤达力的李永和,胡锋心里感激得不能自己。 他知道这么做会让李永和受到很多委屈,他只有加倍对他好,才能稍稍弥补。 后来胡锋想了一个办法,他不能明目张胆地秀恩爱,那就暗暑暑地来,李永和除了在家里照顾孩子,还兼任他的服装指导。 胡锋把自己的服装搭配,全权交给李永和,穿着太太为自己准备的衣服出席活动。 他心里暖红红的,就好像带着李永和的关心在身上一样。 李永和眼光很好,他不重视名牌,更加看重款式是否大方得体。 看着胡锋在电视上穿着自己为他挑选的衣服,李永和心中的甜蜜感满满当当。 后来有一次,胡锋穿着太太,亲手为他织宝山取暖,他还一脸甜蜜地表示,以后每年冬天都会穿。 如今那件衣服还在,只是已经褪色起了小毛球,但是胡锋仍真而重之,他偶尔还会穿着这件衣服出现,这是太太对他的爱意,他将会永远保存。 他们在1957年步入婚姻的殿堂,都说初恋是美丽而难忘的。 太太李永和重视胡锋的初恋,他们携手走过半个世纪,是娱乐圈夫妻的楷模。 在娱乐圈工作多年,胡锋与无数女星合作过,但一直洁身自好,没有绯闻传出,可以说是女性绝缘体。 胡锋曾说,我与太太性格一凹一凸,透过互相磨合来相处。 他说李永和曾经看中一支名牌手表,不过胡锋却没有买下太太的心头好。 直到后来李永和偶尔提起,还是会一直埋怨他,结果这支表后来增值不少,他们损失一个收藏品。 李永和没有好气地拿白眼给胡锋,下次出门银行卡就不给你了,胡锋自知理亏,买买买,下次要什么就第一时间给你买。 可惜2016年,李永和不幸病逝,胡锋心如刀割,他说原本以为彼此可以在黄昏路上多走一会儿,没想到。 面对太太去世,胡锋一度悲痛,亲戚朋友打来电话关心,他只说好好,其余一句话也不愿意多说, 他无法接受现实,心痛到无以复加,不能言说。 太太病情还没有加重时,胡锋正在参加《义无老有记》去旅行的节目。 此时胡锋儿孙满堂,他的生活让所有人都羡慕。 当时他正要随节目组到台湾取景拍摄,接到电话,医生说太太在医院,情况不太好。 胡锋立马着急了,他心里担心,如果没有他在,太太会很无助,很恐慌。 他更加害怕错过在太太身边的时光,他一想到以后的日子,如果没有太太在,他一个人该怎么办呢? 胡锋主动向节目中请辞,立即赶往医院。 他害怕出现意外,他要陪太太度过最后的岁月,没有他在,太太会很无助,很恐慌。 节目组体谅他的特殊情况,更是被他对李永和的深情所打动。 包括观众在内,许多人都知道胡锋多年来与太太感情深厚,他们经常在媒体前大秀恩爱,公开现身时经常实质紧扣。 胡锋对妻子李永和更是爱的深沉,他不具任何人的眼光,大方对妻子送吻,羡煞旁人。 后来李永和抱病在身,胡锋心疼他,不忍心让他劳累,却安排保姆和孩子在家照顾他,非必要不会带他出来。 李永和最后一次陪丈夫现身,是在老爷的演唱会上。 那天在媒体的照片中,他看起来精神不错,不知听到哪一句歌词,或许让他们想到什么甜蜜的瞬间。 他和胡锋两个人相视一笑,这一刻被永远定格。 最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在一起59年,胡锋一直零绯闻,他感谢妻子为他打理家中事务,拉扯五个孩子长大,尤其妻子对他信任,支持他的工作,让他可以放心在外打拼。 作为著名的爱妻人士,李永和的去世让胡锋深受打击,他每日对着妻子的照片,仿佛一切还没有发生。 只有深夜独自一人时,他悲从中来,伤心欲绝,即使有媒体采访提到李永和,他也不愿意多谈。 触及心事,胡锋心痛难当,偶尔主动提起,他说,生前太太爱花,而我没能为他送过一束鲜花,现在我每隔三天就会为他摆放一束鲜花。 对于没有和妻子说出我爱你这三个字,也让胡锋追悔莫及,如果能够重来一次,他会给妻子补上这些遗憾。 好在身边有董事的孩子们陪伴,他有六个孙儿,还有曾孙,享受四世同堂的安逸。 房间里妻子照片前的鲜花一直娇艳欲滴,胡锋用的水杯,还是妻子在一起时两个人一块定制的情侣款,上面打印着他们的照片永远不会褪色。 就像在胡锋心里对妻子永远的怀念,越与黑白片时代坚持到现在的只有他和谢贤了,虽说他绝大多数都是演的配角, 但是与许多当红明星都有着不错的合作关系和私交。 但出一幕的这几年,胡锋一直在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,向约三五老友聚聚会看看书看看电视,也成为了胡锋晚年生活的常态。 由于家中的几个孩子都有了自己的家庭,也有工作要忙,所以目前胡锋算是一个独居老人,但孩子也为他请了保姆,平时他也不会这么寂寞。 受到疫情的影响,原本孩子每隔几天就会回家探望,但最近频率有所减少,但每天晚上他们都会以视频的形式联络感情。 虎锋自然也不愁孤独,而且他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知己,那就是罗兰。 在不少影视剧以及私下的活动当中,虎锋都和罗兰有如情侣一样,并且还得到了很多人的祝福。 正所谓少年夫妻老来伴,虽然有这么多好友离开了自己,但是有罗兰相伴左右,虎锋的晚年生活也不会太孤单吧。 在此次的访问中,虎锋也透露,他目前已经立好了遗嘱,打点好了自己的后事,将来也会坦然面对死亡。 据他透露,他在遗嘱中特别强调,希望子女将他的骨灰洒落在某个花园之中,让他的爱能遗留在人间。 最后还是希望,已经年近90岁的胡锋能够注重身体健康,当然也祝福他的晚年生活能够更加快乐和幸福。